好了 现在我们有食物了 宝宝 现在你就是一个男宝宝 我们老师先来 给男宝宝的爸妈妈 一会儿他能变成女宝宝吧 没错 你咋知道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如果要是男性呢 那么他特殊的生理结构呢 就是要求我们护理的时候呢 充分地暴露 首先来看一看孩子的身体皮肤啊 水上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发红的问题 找妥妥 然后对于清洁 还是像刚才我们讲的 比如说用一些纱布啊 或者这种毛巾啊进行擦拭 然后把这种分泌物 或者排线物尽量都弄干净 这是需要干纱布还是湿纱布 湿纱布 在清洁完以后 然后下一步呢 是用纸巾沾干 皱褶部位一定要严格地擦干 这样就这样 对 才能擦 对对对 我们可以这样 风味特别深 对对对 要看得仔细一点 然后呢 如果有湿疹的部位 先涂药膏 然后外面再涂润肤剂 因为药要盖在里面 如果先涂润肤剂的 可能他就 药效就不容易发挥了 对吧 如果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呢 我们就清洁的时候呢 要注意 从这个外阴的前面 向后 对吧 对 从前向后 女生她这个外阴暴露的黏膜呀 这种比较多 你不要反复 特别反复的 要轻一点 对要轻一点 还有擦的时候这种 局部也要充分的这种干燥 然后呢 涂油的时候也要尽量 从皮肤的边界往外擦 对吧 对 然后再涂上药 涂上一层润肤剂 最后再穿好衣服就可以了 好 稍微注意一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